《柯草王, 》 今天77皇时所有是用兵, 盗祖大秦夺柴也别胡于乱要杀人, 全是用兵之道。 有些人不明白,我們收稻,杜祖為何教我用兵 因為有很多人說有權,你和我沒有用 有權的人一看到杜德經的覺悟,杜祖的覺悟 因為很多有錢的人,你給一本杜德經 他一看到覺悟,我要行善德馬 去點化他,他用兵之道 譬如你今天是做大官的,給一本杜德的東西看 嘩,真是不要做,皆兵者不祥之氣 來,你有多少兵,有多少大炮,有多少飛機,有多少核子武器 這些都不是吉祥,你打仁人打你,你不要亂來 物物物物知,你專門是崇尚武鬥,不要道德 有道的人不處,有道的人不會這樣做 君子居,居則貴左,用壁則貴右,這些不用理 以前那種儀式,我們這裡已經不通用了 一個寫道德經幾千年前左右,不用看了 現在我們沒有的,兵者不祥之氣,非君子之氣 所以兵者不是吉祥的,不是君子所用的 不得以用之,天淡為上,如果真是沒有辦法用兵 就為了平天下,你都要適可如止 你不要以為打贏了很厲害,很光彩 一會兒你就知道道祖說什麼,不要光彩 而美之者是落殺人,你打贏仗,殺了那麼多人 擺幾十位,你沒有光彩 所以我看三角,孔明濟淚水,死了很多人 呼呼,兩知醉也,我不是這樣不行 但現在看見淚水濟亡魂,孔明也要濟 我沒辦法不這樣做,因為我要恢復漢江山 你在後面經常兜著我,所以七禽萬窩 我們早就說七禽萬窩,放七尺 所以以後後面不去造反了,所以去著他 所以很多人說,誰人,三角盡歸司馬燕,誰造成的? 是孔明造成,孔明若不是出師表,六出其山 沒有人敵得他住,是司馬燕出來厲害,司馬燕看到,他輸了 司馬燕真的厲害,他說他運糧食艱難,守住不跟你打,死守 所以你糧食就困著,錄出其山無寸土 這十年八年被他守住,你知不知道有個禍害? 曹操的江山沒有了,曹丕傳落的兒子 那些兵權不是交給他嗎?是不是? 孔明一死,哎呀,生猛了 他就照板指援,你又刪刊,他又刪刊你 若果孔明不是六出其山,曹氏江山怎會滅? 這個就不是直接,現代力告訴你 我想到就是滅你,是諸葛亮 但是有一件事,始終大家都沒有 三國盡歸司馬燕,你統明有次最厲害是三國演員 混了一個葫蘆谷,還不死?天降金臨 我記得孔明說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燒你不死就我死了,孔基督說病死了 他說江山都歸到司馬燕,沒得說了 喂,阿斗那些打什麼?阿鄧毅和阿忠會 兩道兵都大力了,孫權交了那個兒子 傻傻傻的,兩下手勢就三國盡歸司馬燕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那天又怎麼看呢? 請問我可怕 那天不記得? 請問我答案 我發生了嗎? 我答案 我答案 你答案 我答案 天本善惡因果如定呼榮 我想問問大家,哪朝的江山最久? 知不知道哪朝代最久? 周朝天八百載,因為行人義道德 但都要換朝,不能永恆 但家族的富貴行善積德較長 有錢是剝削,留下子女,靜間就沒有了 要不就被人標了心,要不就被人抓了 天本善惡因果如定呼榮 不是只要一枝香拜祭,行為做得出來 落殺人者不可得至於天下 若你殺人得多,將來的江山不是歸理取 日本就沒有了,善惡也沒有了,拿破崙也沒有了 你還沒拿,時辰還沒到,一會就沒有了 因為天本善惡因果如定呼榮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我啟蒙老師張良教我 你不是拜我拜到給你,我說你智越天法 天本善惡因果如定呼榮 玉帝都是這樣說,你沒得說的,他都要拿著這個宗旨 善,吉士就上左,空士就在右,這些不用看了 偏將軍就刺左,上將軍就刺右,上將軍就是紫碎 賢義喪禮賜 你做到大將,你要知道,殺人多,你不要擺幾十位 你應該講得很痛苦,當這場是喪事來的,你不要 我說,今天殺得多少人不多,你就以為很威水 殺人眾多,你不要笑,而備愛哭節 戰勝,以喪禮處節,真是慘了這麼多人 我們中國的文學,真是很好,可惜沒有人讀 你看看,你聽過一句說話沒有 勸君莫問風喉事,一將功成萬骨夫啊 我們還要看看,唐詩說,無定河邊骨,心歸夢裡人 你看看,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飲琵琶馬上吹,醉我沙場君莫笑,古內徵戰幾人煤呢 那是中華文化,你看看,假如我們受到中華文化的分圖 你拿了拳,就不會亂來啊 勸君莫問風喉事啊,是一將功成,是萬骨夫啊 你想一下吧,回家晚上晚上的玻璃茶,想一想啊 你有萬億的身家,坦坦白白啊,你做過什麼啊 如果你不是去官商勾結呢,你不是賺到這麼多錢的啊 如果你的智慧就在長洲買地,經常都不興 但月天發的智慧很厲害啊,寸同那些人去哪裏發展我都知道啊 那你再將這些地價再炒高,那你是不是一九出十三歸啊 那你,所以你要想一下,我都經常要想一下,於我無關啊 那我老婆,你買一間屋幾百萬,現在六七百萬升了啊 我升了,升了十萬,我哭了哭啊 為什麼哭啊,你不跟你的人有關 那些沒有屋住的,多辛苦啊 大家講一講給你知道,一個月存五千元,一年存他可以 六萬,十年呢,六十萬 供那四百萬,大概幾百呎地方 我問一個人,供十六七年而已,一個月供萬幾元 一輩子都為了那些那麼多來 那你想一下,我坐在立法國,我心碎了啊 你經常講這些話,你沒有想一下,人民的生活怎樣呢 衣食粥,然後知榮辱嘛,人民食飯善悟嘛 上伯道,則六親故,四維張,則君領行啊 什麼叫四維啊?有沒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嗎?不是空為邀為啊 四維張,則君領領行啊,禮義連此啊 你怎麼能夠毀了我們的中華文化呢? 第一,你要想想自己,要想想人家, 你先說甚麼?你這麼多萬億身家, 你傳給你的子女,必定沒多久沒有了, 天本善惡,以定呼名。 曹丕就傳給他兒子,讓他弟弟也想殺了。 曹丕是傳給兒子,同父義母就殺了, 全部一個沒得生,還找他弟弟,親弟弟, 誰知道弟弟講得名,七步成屍, 本事同根生,雙箭何太急。 他有沒有?他一樣沒有。 所以你能夠在我們的經典女組,明白這件事。 那你想一下,那些年輕青年怎樣維生呢? 那些經常講來講去,他不讀中華文化, 我們中國怎樣興起呢? 習老總都說,我有一個中國夢。 那我也有一個中國夢, 都想復興中華文化,都勢和平, 我未走都有一個夢。 那你是不是要知道太上道祖所講的, 戰勝者則以悲哀哭之? 你看,幾多人沒有父母母。 無定河邊骨,心歸夢裡人。 說我們中華文化, 無國多慘啊? 雙類不知,亡國恨, 隔功又唱了後庭化。 喂! 一讀字幕憑難,都無限江山, 必是容易見事難。 流水落花,都春去也。 是天上人間。 你真是要讀我們中華文化, 才能夠靈性去超升。 那你經常抱著名利, 有什麼用呢? 適可而止。 你今天,我不知道各位, 有權有勢, 你想想天下蒼生。 當然要這樣想。 那天, 那晚我講經, 沒有騙你, 郭先生看到, 講完便算數。 突然間那個基童, 是二十多歲, 很純潔的女生, 她有法語, 她見過她, 她又接了一本天書, 送給你, 叫天道聖典。 這裡有拿, 不收你錢, 給你看。 訪問道祖, 關帝, 全部你一支忠語。 兩本, 你自己拿來看, 不收你錢。 這個女生, 就接了一本書, 送給你看。 你收回她, 一會兒就拿, 不收你錢。 你去看, 用白話來教你。 這張文章, 我去講《女祖無極寶冊》, 快說完了。 那就走。 突然間那個女生說, 女祖到, 她要叫我開一篇出來。 有些人說, 嘩, 你想定, 未必寫到, 突然間這麼多人看著你, 她立刻刻板寫, 郭先生看到了, 今晚你開個網就看到, 現在的網都可以開個網就看到。 那她寫什麼呢? 她寫了這幾個字。 這幾個字, 和你今晚的《道德經》講座, 很有關聯的。 呂祖沒有來過《道德經》, 我的靈感呢, 呂祖叫我告訴你們。 你也知道了。 她用這個, 《智悟常道》。 你想悟這個道, 在人名就行了。 大家聽不聽得到? 她寫了, 填了, 填了。 《智道修成本有行》。 真正的道修成, 不是一日的。 有很長時間的修行, 看《道德經》, 一生人沒有變, 有恆心。 什麼叫做恆呢? 我自己寫下去, 恆是一個禅, 佛家說禅。 在我們的心底之中, 燃起燈火, 喚醒黑暗的本心, 世上無常, 我身體幾十年, 但發出常行的生命, 這些靈性。 我脫出輪迴, 不用輪流轉。 智道真正的道修成, 本來要有恆心。 誤經誤道都誤真相。 要誤到經典, 誤到道,誤真相。 大家拿著《道德經》。 什麼叫誤真相呢? 是二十二頁。 看看一看。 這本經是二十二頁。 這本書是二十二頁。 不真常是什麽呢,你明白到極點,我找出來, 這個吳經,吳道,吳真常是出著《道德經》A, 就是A,A在《道德經》PATRE 22看到, 他說,復命若常,你回復你真正的生命是長生, 你的靈性在宇宙合一,宇宙本來是你掌握, 你呢,你的靈性一起念,什麽都知道, 你的身體是假體,你一陣子在宇宙來去, 耶穌說,無所不在,處處都在, 現在都知道你有沒有說錯,我引用出來, 呂祖說,吳經,吳道,吳真常,我抄下去了, 復命若常,恢復我真我的性命,是長生,身體是假體, 那你知常若明,你知到這個常,你就明白,在人得明白, 你不知常,你不知道靈性永遠不滅,我現在這樣說話,是個靈性來的, 假如我,我一遷就靈性,肉眼看不到,我一遷就在地上, 喂,我不是有眼、有耳、有鼻,為什麽說不出話,我靈性走了, 你這個靈性來的,你不知道靈性,妄作空,你只是求, 我今天娶十個老婆,買了幾個家屋,你就妄, 一路這樣做下去,想都是這些人,有錢我怎麽放貴你, 一路妄作空,你不知道靈性,妄作空,知就常用, 我抄出來,知道這個靈性,你有容人之量, 這是三字經,容乃公,你有容人之量,天下為公, 公是什麽?公乃王,你是公道, 這個王是什麽?不是皇帝,這個王是聖賢, 皇乃天,聖賢是代天教法,天呢?天就乃道, 天要跟道行,道又跟三字經,道乃九,道是永遠,長長久久, 你不過一百幾十年而已, 末生後,身不抬,你沒有臭皮囊, 你的靈性是超升,你是與宇宙一體, 你抱著這個臭皮囊,都是沒用的, 你的靈性是超升,你再在後面看看, 你不要抱著臭皮囊,我女組又說了, 你驚應世孤日茫茫,你錯認迷途是故鄉, 當這個故鄉,喂,我有一億萬身家都沒用, 這個故鄉是假的,我帶不走的東西, 你整天故鄉,你傳給兒子都沒用, 這個故鄉,崇禎,那個皇帝,朱元璋, 傳傳看,崇禎真是吊頸死, 被李志誠逼到他爐山, 不過說一說,真是好,這個皇帝雖然死了, 那個李志誠,你死了,捉到你, 拔他下來,想斬碎他,見到那個龍婆有張紙, 他說,李志誠,我今天被你捉到,我掉頸死了, 現在我求你一件事,萬方有罪,罪罪寡人, 我希望你去搶,搶那些官員, 那些官員,不要,搞到我這樣, 但是寡人求你一件事,就不要搶天下百姓, 哇,李志誠看到,厚壯了, 看到這個遺書,厚壯他, 所以臨死,崇禎還有這些說話, 所以要讀中國歷史, 所以這麼惡的人,看見他的遺族,放過他, 所以楚霸王都說,我誓不肯過江東, 劉邦都說,風光大壯,你只要知道, 識得本來真面目,此身延時的臭皮囊, 這句呢,在《金剛經》三十二首《計》寫出來的, 不是我作的, 將來有機會講《金剛經》, 哇,呂祖那些《計》, 真是錢募古人的文采, 寫得真是很緊要, 這些根本不是我的, 我講出來給你們知道, 那你們看, 常清常淨一點真, 你再看, 前面那裏, 扶勿勿勿, 國歸其根, 歸根若靜,靜若拭命, 你若果能夠常清常淨, 人能常清淨, 天地, 在你一手, 你清靜, 孔明為什麽不要智慧呢? 寧靜致遠, 淡薄以明智, 孔明的智慧在這裏, 孔子講, 孔明的智慧開下來, 淡薄以明智, 寧靜致遠, 他一清靜, 他想到,孔明, 所以現在說這裏, 常清常淨一點真, 你看前面那裏, 呂祖就說, 歸君若靜, 靜若拭命, 在清淨經講什麽? 人能常清淨, 天地歸你一身。 這裏, 法語接到那裏, 他不是連我絕嫁, 我初初不知道他在說什麽, 他在說什麽, 保理查, 看你怎麽寫些, 喂, 寫些八句出來, 看有沒有根據, 真是有根據, 道德經有根據, 所以你不用怕, 法語接不到, 他真是接到了, 道廟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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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無慰, 喂, 怎麽叫無慰? 第七十頁, 從畏目是無慰的妙處, 今晚, 我也沒有離開道德經講座, 現在又是說道德經, 有比如說, 有些有聽過了, 妳不知道, 道廟無窮、 化無慰, 你看看, 第七十一頁, 第七十一頁, 題目叫什麽? 無慰的妙處, 何謂無慰呢? 杜祖解 唯學日益 學問有益處 找到錢 杜祖母說你沒有益處 但你看到 高崑頗好學問 拿到羅貝爾獎金 六十多歲已經不知道了 他讀的不是深性學 學那些物質的東西 他是有益處 但這些益處是短暫的 楊先生說你沒有益處 沒多久你就不記得了 高崑頗不記得了 很多我現在的驚奇還記到 有很多同學都記不到 但有個益處會記出來 原來我們要知道 唯學日益 唯道日選 選什麼 你不要選我 我跟你拼命 有些解錯了 照字面解 道祖解 原來選了什麼 是遮蔽我們靈性的七情六欲 現在我們的智慧是被七情六欲遮蔽了 何其自勝 本不生命 何其自勝 本是巨足 何其自勝 本生萬八 何其自勝 本不動搖 交給他 六祖 他做什麼 磨米 交給他 磨米 那有沒有交錯 沒有的 他的師兄都不是不好 他一句說話就輸了 他時時勤不適 都漠使惹塵 喂 是對的 而添發就對了 我時時勤不適 每天都抹乾淨 不要弄我 不要污染我 但我只能夠做學生 那些修行人是這樣 但你做一代宗師還要抹 不需要 我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我怎會被七情六欲遮蔽了我 交給他 但你那些人不知道 那些人不知道師傅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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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交了 拐杖都交了信物 師傅都是老懵的 那些人追 那你是不是不明白 有沒有交錯 六祖來了 維能 那你是不是不明白 那你大家看看 選諸有選 你七情六欲 不遮蔽了你 以致之無為 你做但入無為 無為 無為而無所不為 那這裏是第四十八講 就是頂尺七十 那這個女生都算厲害了 在這麽短時間 合辦寫出來 他普通看不到 那我回來看寫什麽 那些玻璃茶 讀一讀你寫什麽 你不要開機 你不要開幾句 給我撞翻 我開機 我看你師傅 是哪個靈界 是哪一層看得到你 為什麽呢 神仙的好種 有些是借女祖的名字 湧湧 女祖不理他 他只是道世 但你那個不是真女祖 模型 觀音 女祖制伐不要緊 但千萬不要模型誰 不要模型關帝 我告訴你 你也知道為什麽 因為那些不可以 模型觀音 你大慈大悲 借你的名字 湧湧 道 世 但那個不是真的觀音 他不是害你 但他因為那個道力有限 真的很多人都看不到 但你開了幾句 我回去讀一讀 你本來輸我也讀一讀 沒有理由我就去信 我說話你也要讀一讀 那你才智慧 他說道廟無窮 花無為 無為的廟村 那就是七十頁 是不是 他沒有來道德經 呂祖說什麽 五千字字都溫如機 大到心傳都入妙味 悟到此經都無著處 我長生有術都不行來 這裏是第一頁 第一頁有 我借下去 我還記得起 是否第一頁 呂祖說 是否寫 這句是我寫的 道德經問全大千 如如妙帝都有真傳 功讀勤參能修正 定反逢來都禮真先 這句我寫 有罪的 我不能擺錢 我擺最後 孫道祖不敢落名 他們成為仙家 便落名 道妙無窮 花無窮 又是道德經又說的 都算他厲害 當堂說 呂祖道節說寫 你回到網上看 你回到網上看 後面說說過網上看他們寫 後面說慘 你這樣搞 你寫不了死 看到你 還有一句 再談 再在言是 臨三寶 你們個個都是言是 你看到這本經文 都是言是 你沒有言是 你不去聽 喂 你知不知道 你來聽 很難得 呂祖說完 但又沒有錢賺 又下雨 又下雨 是有言得人才來聽 怎會去聽你說 你說來呢 我找麥寧寧蘇文峰去 不找你 他教我什麼 買股票什麼 可以 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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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 你說不行 我怎麼會聽你說 他說你在在言是 臨三寶 聽聽我們道家的三寶 喂 我早已稱讚你們 為何我 說了就告訴你們 因為你們都是言得的人 不是你不聽得那麼久 有那麼多課 一課就走了 你不要笑真 我好像在聖善真課 講經 喂 我聽了你兩三課 我問什麼事 喂 你有什麼法術 教我 擺什麼 念什麼咒 我沒有的 我照經文告訴你 你早些告訴我 不用上那麼多課 真的告訴你 你現在 你來了幾個月 女祖說你原德的人 讚你們 所以我特意拿一張紙 說你讚你們 又讚這個女祖先壇 又讚你們 喂 喂 林三寶是什麼 一百零一頁 全部都是道德經 為什麼能夠開了這麼厲害的機文呢 一百零一頁 一零一 一零一 你回去留念也好 明天看看道德經 看看有沒有這張 我告訴你 很忠實 你回去 看看這些 看它說什麼 什麼叫三寶呢 道祖說我有三寶 我一寶是慈悲的心 我有慈悲救世的心 我現在是有慈悲的心 佛祖亦有慈悲的心 第二是見慈悲的心 我接見慈悲 我住善悲的心 我都省得到的аст幫人 我有慈悲的心 這只是厲害 滿朝鮮 謙壽益 我不敢為天下線 所以有兩個宗教不想說 經常打架 他又說他是我的真主 你又說不是 因為你 不用打你 你也不敢為天下線 還打你幹甚麼 你是低一層 但這件事是告訴你 所以道教不跟別人打架 不敢為天下線 他都不需要找你 你的道祖都說不敢為天下線 阿拉是真主 跟你說 你不敢為真主 我比你厲害 這個就是三寶 你在在原事 知道我道教三寶 一 就是慈 慈悲心 第二 就是劍 哲見順風 第三 就是不敢說自己最高 是滿朝鮮 謙壽益 哇 你們個個 今天能夠知道無謂 清靜 不真相 幾好 但是呂祖 警醒你 哇 人道羞恥 都力結磨 我不知道你怎樣 我也要受結磨 哇 有一篇機 呂祖開給你一次 我說呂祖無極寶慘一路 他都看過 你的葉天佛開 你那個慘 要慘悔以前那些東西 因為你做得多 那條數就輕了 他告訴我 不是我得道 我也要慘悔 他現在告訴你 人是要受劫磨 神仙成九傳之丹 還需力劫 是要受過劫磨的 為甚麼 你現在多靚啊 道祖 發達 雷祖 我信得過 我去問阿姬 阿姬 一不靚就硬了 一不靚就硬了 未經幾番寒切骨 你怎得煤花 撲鼻香呢 你明誤經典好向道 你明誤經典修行 得誤無極 不往行 你誤到這個無極寶慘 就誤往你行 那你得誤到道德經 亦誤入無極的境界 亦沒有往你一生來這裏 因爲你怎樣的呢 你曾經破過種 你有情來破種 幾時生啊 因地果還生 你無情亦無忠 你無忠亦無生 就是鄭偉能 這裏呢 我特地說給你知 這裏沒有東西 這裏買廣告 你不會用看 這裏呢 就告訴你 我都買了廣告 這裏呢 這裏呢 都不是我講的 我抄而已 無極老母說的,這裡他說,經典教法要明白, 無極老母說,有恩必要說,我們應該要執慧歸真, 是這個慧字,蒙茶茶,這個慧,我們有智慧歸真,這個慧, 收到的人要知道我們的元靈,原本在哪裡來, 原來個個眾生都在無極而來的靈性,但是拿紅塵污染了, 回不了去,沒有道德,那我們要收什麼? 要收呂祖的九尾,忠孝年至二,人信禮惠, 我們知道世界那些東西,我們應該明白到, 超生鳥死,解脫輪迴,眾生應該明覺, 這幾句不是我畫下去,法語畫下去, 他畫下去,即是很緊要,摺機那個女生畫下去, 不是我畫,我沒空跟你畫,交了卷就算了, 哪裡跟你畫,他畫下去,他說, 他說應該知道,一切都是無常的, 他說,唯有執惠歸真,行善即得,擺脫這個族塵, 他說,萬潘皆下笨,下面是什麼? 不是讀書高,讀書賺錢都不是高,收度,收的靈性最高, 這裏我自己改了,唯有讀書高, 有些人說你錯了,不是,我知道,讀書高,收度高, 然後,回去,你要明白,佛祖講,一切有違法,都是夢幻拋影, 如露亦如電,英作如是觀,下面那裏又是佛祖講的, 色相皆空,無辱念,這些形式的東西,在情間而已, 陳世虛幻,莫貪求,陳世都是假境,不要這麼緊要, 不是叫你不做事,不要違反道德, 這張紙和這張紙,最緊要,你不用看, 這裏他讚你,說你們在座而時臨三寶, 你今晚聽了那麽多道德經,都在這裏,那幾句, 那你拿這本書看清楚,那你就看到了, 那,換句話說,這點靈性都很厲害,降下來, 喂,不是那麽容易接到的,我告訴你, 我大膽說句,有些是呂祖道,未必是, 為甚麼?物以類罪,你都很清高, 和他那個氣氣相級,你經常名利俗, 那個氣怎麼降下來呢?會降下來? 那些,那些降下來,你看看, 真的是物以類罪,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我們的特首坐完牢, 他的副手就坐完牢, 是不是物以類罪? 如果我做法官,是不是物以類罪? 現在讚你們, 現時林三寶,給你一張東西, 今晚剛剛拍到,多謝給你, 讚你們,應該開心, 還有五分鐘, 你們有甚麼問題, 隨時發問,不要緊, 你問好了, 我第一次, 那我就聽說, 你經常說, 就是用兵, 其實你在社會, 就不可能寫著流都可以用兵法, 就是有言寫著流都可以用兵法, 也對, 你的兵權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 你有權的人, 杜祖就告訴你, 你有權的人, 就要想著, 不要離個道德, 關懷下屬, 杜祖的意思就是這樣說, 你今天一生權在握, 但沒有權, 又做不到事, 沒有錢又不行, 有錢又有權, 你是前生很大福報, 你今生應該覺悟到, 還與世人, 那你就有智慧了, 誰知道你今生有錢, 你還放貴裏你賊, 響完福報便完, 換句話說, 我告訴你, 一世人, 剛才我剛剛在那裡吃飯, 吃個午餐, 我剛剛看《道德經》, 那個人, 跟我叫早餐, 我說, 你看這些沒用, 為什麼呢? 世上最不公平, 為什麼不公平呢? 他真的告訴我, 為什麼有些人生在香港, 有些生在埃塞俄比亞, 公不公平? 我說公平, 你要信那個因果輪迴, 你今生來這裏聽, 都有個緣在這裏, 你破個種, 都有個緣, 不是你們聽來做什麼, 你都要感覺人生苦短, 我怎樣呢? 我覺悟, 是不是有個緣? 你今生有權, 是你前生的福光, 但是我要想想, 天下蒼生, 本來和我一體, 我都要做, 我現在不用和你修行, 我念阿尼陀佛, 可以回去嗎? 為什麼我要去講經呢? 出了一淨空, 他今年九十一歲, 他又念阿尼陀佛, 他又講道經, 又講孔子經, 他又講耶穌玫瑰經, 和尚說什麼, 現在還有樣子, 嚇死你, 很多人捐錢給他, 正空竟然在英國, 在英國, 竟然開一間大學, 訓練六七十人, 是讀孔孟, 佛祖, 道祖經典, 是讀五年, 讓他的讀完, 可以去大學教, 正空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每個人都說, 我們信佛, 正空, 你都是和尚, 搞這些事情, 你了著枕枝, 紅曲子, 你要知道, 他本來, 今年, 他都要想到人, 繼承他這個位置, 你是不是, 每一個修行人, 是覺悟到, 這個, 又講了, 誤道誤經, 誤真常, 真常是甚麼? 世界無常來的, 真常是甚麼? 這些靈性永遠有的, 在虛空那裏, 你拿了這些都沒用, 呂祖很慈悲, 直告訴你, 字不是多少, 這個真常, 是你的Holy Spirit, 耶穌說, 你肉眼看不到, 是有的, 我今天跟你說話, 為什麼有些人的智慧高呢? 因為經過修行, 回歸, 你將來, 看來你不要道德經, 你已經種下的緣, 是很深, 你再問, 那你再問, 那你再問, 不要緊, 你提出甚麼問題, 不要緊, 還有幾分鐘, 誰有甚麼問題問? 是, 因為他, 有些人, 怎樣了解道祖呢? 道祖我們道德經, 我們是修道的, 為甚麼呢? 為甚麼你經常說後面, 說用兵治國呢? 太上本事多情種, 無限真情都為眾生, 想你那些人拿拳, 要明白, 對人民好, 所以他就在道德經, 教你治國安民, 那你有權, 對天下百姓好, 道祖就很歡喜了, 那為甚麼那些人不明白, 為甚麼道祖經常說用兵性呢? 因為他多情, 連世人, 警醒那些拿拳的人的覺悟, 那為甚麼, 為甚麼邱長春去見誠吉思汗呢? 他當世是戰神, 他有權, 你看到如天法無用, 我無權無成, 你說甚麼都無用, 你看到我, 我捐錢給我, 我給錢捐呢? 他有權的人, 你明白嗎? 他的智慧呢? 是見他, 其他他不見, 是他那個靈, 知道他今世是有權的人, 你明白嗎? 所以這本經, 很多外國都論文比賽說這本, 從來沒有一本經, 在五千字之外, 講出修行治國, 平天下, 句句都是金言, 但看你們, 又不能解到他這本經, 再問嗎? 好, 多謝, 好, 好, 我們要向他致敬, 我致敬啊, 我致敬啊, 聽不覺都三十一章, 是嗎? 是呀, 下次三十一章是八月四號, 八月四號, 記住八月四號, OK? 四月和八一樣, 你拿到這張, 你回去看看, 讚你們是贏得的人了, 是嗎? 災藏, 現時, 人三婆, 你各個都是贏得的人, 大家都現時, OK? 好, 讚你們了, 是嗎? 我還叫你去哪些人, 誰要去那些人, 我還叫你去那些人今看看, 你再說美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